好!王菲见谢贤送价值千万见面里,迪柏拉自家人不必客气。 亲爱的,你可曾有过要去见未来的公公婆婆不知道选什么礼物好的时候呢? 小编告诉你,当你纠结的时候,说明你没钱,瞧瞧下面这位,人家就一点都不愁。 谢霆锋王菲已经复合近六个年头了,不得不说两个人真正的是把爱情过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,可是如此稳定的感情状态为何他们从不结婚呢? 难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另类?不想爱情被婚姻或者一张致控制,所以大概他们就是不食人家烟火的主吧? 近日,有港媒爆料谢霆锋王菲深夜抵杠回谢贤豪宅处探望谢贤,而据某珠宝店员透露王菲这一次买了一份价值,几千万元的语气送给谢贤老人家当作见面里, 并且是王菲亲自挑选的哦,看来也是城里满满。不得不说王菲人家就是好啊。 只是不知道这份见面里是否能够收买谢贤迪波拉两位老人家的心呢? 不过既然已经一起回家见老人了,想必已经是一家人的济世感了。 2018年4月21日,媒体见到迪波拉询问此事,迪波拉更是坦言王菲是一个十分有礼貌有规矩的人,更是夸赞王菲太太客气,希望自家人不要如此客气。 是的,你没听错,迪波拉称王菲是自家人了呀。 好,王菲见谢贤送下值千万见面里,迪波拉称自家人不必客气。 只是不知道如此一来是不是意味住风飞的婚姻也会更进一步了呢? 自从风飞复合之后,他们的爱情就备受关注,两人出双入队牵手旅游各地秀恩爱,有去过北京、大理、日本,他们的小日子可以说过住着神仙般的日子。 近日爆料谢霆锋和王菲再次出去旅游,而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们带上的王菲的大女儿窦镜桐,所谓的一家三口。 谢霆锋爱天后爱得恨不得把她捧在手里,同时也对天后的两个女儿好的像自己的亲生的一样,大手大脚送礼。 为此,曾有多少粉丝为此打抱不平,为什么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没有那么好的待遇? 谢霆锋问王菲,今天玩得开心吗?看样子肯定是很开心了,原来爱情真的很伟大,可以六亲不认,只要有心爱的人陪在身边就好,是不是可以真的这样不负责? I'm back! I'm back! I'm back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